下載素材,我們待會的任務是要把國旗放在我們台灣的造型裡面 那台灣造型當然不需要你自己畫 第一個先到Google點圖片 我打個台灣 點一下如果最近打過不出現在這裡,反正打字而已 那你要做去除背景,像這種圖就不需要選,第一個 這個很難,很難處理 這個也行,因為這個看起來很單純,在 Photoshop 本人就要學這個影像處理 每一張圖都有版權喔,但台灣造型沒有版權 所以你可以拿別人來改,改完就屬於自己的 那看起來其實這一張也行,這一張也行啦 這綠色看起來更單純喔 那點起來的時候呢,這是在維基百科 我再點這個,這個圖還很小喔 點進來 要再點進來 這裡,再點這裡,再做下載 按右鍵就做什麼 另存圖片就可以存到自己電腦 那名稱叫到台灣把它蓋掉 這第一個 來,這個搞定了,關閉XX 回到上面來,再打個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 哪一個都行 對啊 結論想告訴你,這邊告訴你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是網路上的免費百科全書 國旗也不能有版權 這告訴你,它的尺寸1200到800 寬,這是高 尺寸越大越好 但不是這一張,這一張是小說圖 點進來 又到維基百科來了,對不對 中華民國國旗 點起來 按右鍵可以另存圖片 沒看見耶 按右鍵 另存圖片 國旗把它只要存進來 下載完以後,接下來啟動Photoshop開起來了 我們Photoshop開始了 Photoshop是在做這些合成的 來,把兩張圖都開起來吧 檔案裡面的哪一個 開啟舊檔 在下載區,這邊要切對喔 本屆下載區 兩個同時選吧 一個開一個,一個一個開也行啦 國旗開起來,再來一次 Flag把它開起來 喔,開錯了,開的是台灣 來,接下來你要做一件事情 第一個 在Photoshop開起來,一定要看尺寸 這是百分之一百喔,要看左上角 那這張圖多少 百分之六十七 Ctrl加是放大 這張圖,圓圖的尺寸 你要切成百分之一百,這樣大家一樣 我們等一下呢,要把國旗選起來 放在哪裡 在台灣的造型裡面 就要做這件事情 請各位先把它開到Photoshop來,我們再見